好,這就是楊瑪仁 那這個是洪志明先生改編的 燕子,燕子春秋 那是什麼時期 春秋 有春秋跟 哎唷好聰明,有春秋跟戰國 這期間有很多的故事 很多中國很多的故事都是在春秋戰國時期 那時候很亂,春秋五霸戰國七雄 齊國也算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因為它靠海,所以它的資源算是蠻豐富的 齊國是齊國 齊國最狠 有興趣你可以來看 或是說,現在網路有很多 有一個那個Coursera Coursera就是那個台大的 有一個台大教授講那個 秦始皇的,超會講的喔 超會講的,故事講得很好 同學們有興趣你可以去搜尋台大的那個 課程 你就可以上大學校收了課喔 不用錢的 就聽,很會講 呂四號老師 那個,講那個 呂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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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春秋 那這時候特別亂 都在怎麼樣 今天我跟他一起打你 打完之後 他跟他一起打我 他被扁完之後 他在一起扁他 就你打我我打你啊 都一些奇奇怪怪的 他就會出現一個很特別的職業 對 這個叫謀士 就是 到處去遊說,說服別人 今天那種不對啦 你應該合起來一起打秦國 我到底就一起打 停停 欸不對不對 我們以後就怎麼樣 反正就 亂來亂去 沒有永遠的朋友啊 大家都在設計對方彼此啦 齁 好,春秋 時代的故事齁齁 自救 誰自 誰用智慧救 燕子 用智慧救的這個養馬人 那這養馬的人 你覺得社會地位是高還是低 低 超級低 低喔 對不對 幫皇帝養寵物的嘛 對吧 那為什麼燕子 會去救養馬人 因為他覺得當不好算 總不能見死不救 欸 對對對 總不能見死不救 朋友見地 總不能見死不救吧 雖然他的地位沒有很高 跟他有沒有什麼密切關係 沒有 可是國軍做錯事 我就是要 自止他 自止他 提醒他 所以這個燕子也算是大臣 好 所以這個圖 你看畫得都很好 這是誰 陽馬人 這是誰 燕子 這是誰 秦始皇 沒有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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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 先把自然段 我們幫他標注上去 好不好 第一段是什麼 總共有幾段 來幫他標注一下 一樣 一樣 康謙重來 讓我們失望 七段 沒有 有了有了 七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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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樣 我們把自然段標注 我們的對話比較有共鳴 一二 三 四 四 七 五 有兩個男子 沒有這個 倒掉了 好,一開始就是誰生氣 頂攻成塔 又不動了 這套空不乖 我先停止一下再一次 我們先看第一段 一樣不乖不念 那就我們自己念吧 人工練 人工時代 騎國的警工 非常喜歡馬 所以他看中馬還是看中人 可是這樣一個國軍看中的是人 比較好 還是看中馬會比較好 對嘛 懂嗎 比如說我開車子 結果我車子撞到人了 直接有人下來說 我車子有沒有受傷 別人看到會覺得開心還是不開心 我不暢快 你撞到我害我受傷 結果你下來 不是看我是看車子 對吧 所以騎警工犯了一樣的錯誤 車子壞了結果是殺人 不是修理車子 這個怪怪的 所以燕子就勸他 所以第一段 開通名義跟你講 來把他畫起來 開通名義就跟你講 齊國的 有同學要被我罰佔喔 你們自己知道是誰 冰冰箱箱的 自己知道 不用我點名吧 齊國國軍警工非常喜歡馬 把他畫起來 第一段要講這個 齊國國軍警工非常喜歡馬 所以比較看重馬還是看重人 馬 馬重要 人死了就算了 馬不能死了 齊國國軍警工非常喜歡馬 非常喜愛馬 來第二段 來 林訓練呢 大聲來 有一天他最喜歡的一匹馬 忽然病死了 警工十分難過 認為養馬人沒有把馬照顧好 變怒氣 哭在養馬人 實際上 準備除死養馬人 不好 馬病死了 這個人可以控制嗎 不行 不行 我好好照顧他 就不會死吧 拿獸醫 齁 也沒這麼厲害吧 就算獸醫也沒這麼厲害吧 所以警工很難過 認為他沒有馬不好 就把 全定把他殺了 好 這段有兩句 你覺得要留一還是留二 留一還是留二 留二吧 對嗎 對嗎 對 馬死了嘛 對不對 死啊 死啊 馬死了 警工很難過 反動氣室在養馬人身上 準備把他處死 好 我們把他拍起來 警工怎麼樣 警工怎麼樣 警工認為 養馬人沒有把馬不好 怎麼樣 準備除死養馬人 就衰啊 衰啊 那四個養馬人也被解僱殺了 警工很難過 齁 那我們就把他 截旋啦齁 警工認為 養馬人沒有把馬照顧好 準備除死養馬人 齁 所以誰的命比較值錢 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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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人要跟人一起死 人 這人沒有什麼價值 對不對 好 再來 李益勳唸馬人 來 敏毅來唸一下 為了一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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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一個人 朝廷等上的大臣都覺得不可 不過他們知道 警工更在氣頭上 因此不敢 上前見 各個念 面面相去 不知哪個事 我覺得這個 有點跳江齁 都念不好齁 開玩笑 跳進劍 來這個進劍把他寫上去 下對上齁 進劍就怎麼樣 以職員規勸 用於下對上 下對上 進劍 給你一個意見 可是死的機會高不高 太危險了啦 太危險了啦 難怪 那些大臣有沒有人要講 要不然死了就算了 不然他拖我下水一起去死 進劍就是下對上 下對上 直言規勸 你敢勸皇帝 只要做這件事嗎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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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拼拼我 進劍就是直言規勸 用於下對上 進劍 下級 對上級長官提出建議 這個死的機會很高 所以難怪大臣怎麼樣 沒人要講 楊馬人死了很可憐 可是呢 死了就算了 沒問題 對不對 我幹嘛沒事自找 自找罪受 結果楊馬人死了 連我一起都死了 我還有這麼多的榮華富貴要想 我還去跟著楊馬人去死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 直言盡行規勸 用於下對上 進劍 下 雖然不妥 但是他正在火氣大 大家可不敢講 不敢 不敢 面面相去 什麼叫面面相去 對對對 你看我 我看你 結果他也逼 結果怎麼樣 都沒有人敢講 我看許欣盈 許欣盈 就看 跟著許欣盈 結果許欣盈 又看看吳映成 換你了 你講啦 大家講一講 都沒有人敢講 面面相去 有沒有人敢講 沒有人敢講 精具 很害怕 不敢互相看 不知道該怎麼辦 有沒有人敢勸勸他 沒有啦 互相對視 而不知所措 你看我 我看你 面面嘛 你看我看你 可是有沒有人敢說話 沒有啦 你看我 我看你 可是沒有人敢講話 你看我 我看你 可是沒有人敢說話 除非吃 除非膽子真的很大 不然這個死的機會太高了 沒有人敢講 為什麼能不能跟你講說 以死為盡 可以什麼 知心屁 以童為盡 為什麼 正義官 這個是唐朝的一個很有名的 也是跟這個燕子一樣 都是那種直言歸勸長官的 叫衛征 衛征 衛征 不是衛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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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征 不是啦 他都是直言歸勸長官的 可是這個風險很高 那皇帝也對他有一定的信任 不然誰敢做這種事 好 為了一匹馬殺一個人不妥 可是 大家都不敢 好 那這一個一去 兩句 對不對 繼續喔 欸 主角出現了 燕子看到這個情形 靈機移動 靈機移動就是 噔 噔 那個燈泡不出來了 知道嗎 噔 燈 燈泡就是會想到那個 想到了 所以 那 愛迪生 愛迪生 然後就會 那你怎麼知道 愛迪生怎麼發現 他想到 他想到 他想到東西 有一個電燈泡 他拿下來 不是 其實愛迪生 電燈泡根本不是他發明的 是他的團隊發明的 可是他是老闆啊 就掛在他的專利是我的啊 所以愛迪生他是召集了一群 聰明的人 他是聰明的人 不然他失敗了兩三千次 以上的啼笑啊 精神崩潰 可是他如果找了三千個人 大家只實驗一次兩次就做完了 他說他是個聰明人 他是找一群人來幫忙 他不是自己實驗 愛迪生失敗了三千次 以上的啼笑 對吧 你相信你 投籃 這顆投籃投了三千次 沒進你還想繼續打球 沒有 你要覺得自己 你要覺得自己是不是 手殘 投了三千次 發球沒進半顆 早就抓跑了吧 崩潰了吧 是吧 是吧 哦 你投籃是這種投籃 對啊 愛迪生那個扯遠了 好了扯遠了 臨機移動 連忙上前說 為什麼要用說話的 為什麼要用對話的 比較生動 對啦 講過了 生動 都故意讓這個 讓文章更生動 主公 主公就是你老闆啦 皇帝啦 主公 這個羊馬的犯了三條大罪 這是真的假的 假的啦 假的啦 故意把話講得很嚴重啦 所以他的智慧很快 馬上可以講出三個 瞎掰馬上掰出三個 太會掰了 這反應快不快 太會掰了 這反應快慢了 還掰不出來 對不對 三個 我會用什麼大禍領頭 讓我來講講你 他死得不明不白 他現在講的時候 要不要殺啊 太可惡了 對不對 可是這是正話還是反話 反話 反話啦 好 來 好 我們可以看到第三個 到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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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